这几事件发生之后呢 许多当地的居民跟正在澎湖旅游的人 也都是冒着风雨涌入医院 他们说他们愿意捐血救人 而他们也希望 这几百细细的血能够多救一个是一个 部立澎湖医院是马上转介捐血中心人员 协助旅客来捐血 有热心助人的旅客都认为 有机会救人就不要错过 所以呢决定呢 在行程前往医院捐血 而且还把行程都取消了 就是希望能够多救一些台湾的同胞 感谢观看